回到第二節的不一樣的時刻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Sally, 葉斯文 不如說說你吧, 由你的童年說起 你很少跟別人說你小時候 是嗎? 我很少聽到 我知道你家裡是獨女 你爸爸媽媽一定親到你焦了 焦了太焦了 有焦了嗎? 有焦了嗎? 焦了很重要, 焦了很重要 焦了很重要, 焦了很暈 要什麼又什麼,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可以喜歡做什麼就沒有做什麼 要什麼就什麼, 不可以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管得很嚴重 管得很嚴重? 對, 很嚴重 我不准外出 所以我習慣了跟年紀大的人一起玩 因為我家裡很多年紀大的人 你很疼愛你的媽媽, 是嗎? 對, 我的外婆, 愛得不得了 家裡人最疼愛的就是她 為什麼? 不知道, 她很可愛 我想到她也… 她很有趣, 她很小時候已經… 我外婆永遠都是… 不想麻煩別人的 她永遠都是什麼都可以的 什麼人來我們家裡都可以 每天都有最起碼二十幾個人吃飯 我外婆有很多朋友, 每個人都想跟我玩 每個人要帶我看電影, 每個人要跟我玩 每個人都要帶我逛街, 每個人都要陪我 總之, 很多外婆可以玩 但你家裡是一個很開心的家 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你覺不覺得自己都很幸運? 對, 很幸運 家裡人很疼愛你 對 聽你說, 似乎Nam照顧你多於你照顧他 不… 不… 我不記得 不, 我不是不記得 因為有時候… 因為我為主是開心的 其實我的脾氣很差 我家裡的人開心得來 每個人都很差 一旦有脾氣就嚇死你 是 我們整個家裡都是這樣, 很有趣 但沒有脾氣就好像沒事 你不會想到我們的脾氣可以這樣 但一發脾氣… 一發脾氣就嚇死人 扔東西 我不會扔東西, 不… 害怕那些東西難 你和Nam結婚多久了? 八年 八年, 閃眼睛 真的閃眼睛 對, 我最近看報道 說她的子女久不久回來 你也會跟她們出去談談 沒辦法, 她不看, 我就看 她們要有人陪 你和Nam相處, 我們知道很好 跟她的子女相處 其實有沒有一個難度在這裡? 最初有 最初有, 因為我沒做過媽媽 而且這不是我的兒子 是 最初我很害怕, 我想不喜歡我怎麼辦 但她們回來後, 其實她們兩個兒子 說真的, 她們的媽媽教得很好 她們的底部很好 她們又很害怕Nam的 很害怕, 很尊重她 變得她一來就已經震了 已經很害怕Nam怎樣… 她們永遠看著Nam的臉色 我問她們, 你想玩什麼?你想去哪裡? 你想吃什麼?可以說一下中文嗎? 我教她們, 我媽媽當時迫我做點事 叫她們整理房間 一打開房間, 混亂 我們家裡不用整理這麼多 我說在這裡要整理 但她們從來有沒有抗拒過你? 沒有… 一來就很接受你 因為她們本身的底部很善良 她們的人很善良 她們不會覺得這個不是我媽媽 我媽媽不是她, 已經分開了 她是Nam的第二個老婆 很奇怪, 我會覺得這樣 但有一次, 這個又是我自己不好 因為我還沒做過媽媽 她們十一、十二歲, 回來香港 十歲第一次, 第二次又回來 我想她們做運動, 別經常玩 我帶她們去行山 但我忘記了香港太熱了 因為香港, 美國沒那麼熱 香港太熱了 我走的山是想上下下的 我一走, 想走四小時 她們走還未到一小時 已經在這裡, 拜託…不要走 我就生氣, 我說 什麼人走?你走街又沒問題 你走山又不行 走多一點, 繼續吧, 繼續走 我又不知道 Nam在後面也有點累 但我堅持要走下去 但她們很不想走 已經要去到一個階段 我想繼續走, 再走兩小時 但這裡的車可以接 我真的很懶惰 我說很生氣, 叫車來接 我很生氣, 一邊走一邊想 這些小孩子經常都顧著玩 不想做一些健康的事 我怎能讓她們多走一些 或者做多一些健康的事 我回家, 我很生氣 我都很生氣, 我不想理她們 我就上房, 不理她們 她們很有趣 我老公說服不了我 一直敲門, 我也不開 然後她們倆就上來敲門 Sally, 你讓我們進來 讓我們進來 我一直覺得 如果我不讓她們進來 就好像很小器 讓她們進來 她們坐在我的床上 你知道Sally, 我們很累 我們走得沒有氣 你可否了解一下 我們其實沒走過 我們可以再試 可否慢慢走 我也是想假裝生氣 但開始心意… 然後她說 其實Sally, 我們很愛你 我們很愛你 我很感動 我們很愛你 其實我們很愛你 我們是想聽你 但我們真的走不了 你可否原諒一下 我就明白 其實是我不對 其實不是她們不對 現在反而她們長大了 一直幫她們安排, 玩玩玩玩 女兒好像Lam很安靜 不出聲 兒子反而很容易相處 但她們也有她們的脾氣 反而Alex現在長大了 她自己也經過一些事情 18歲回來這次 我特別有感情對她 這次她離開之後 我掛得很厲害 我跟她說 我以為我暗亂的兒子 我問Lam說 你幹什麼?你睡不著嗎? 我說 我欺負Alex… 她說 為甚麼? 我說 我不知道 我是否有病 我問我的朋友 她說 你現在有媽媽的感受 你現在… 你變成媽媽 我問她不是我的兒子 她說 不重要 她說 你愛她, 一樣 她離開後 我真的很想念她 當時我真的… 兩個星期我真的睡不著 又經常想念她 又經常打電話給她 她說,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我也知道 我剛開始跟她這麼有感情 我知道她回到美國 她現在18歲當然是拍拖 有時寫信來 我應該喜歡台灣女生 是韓國女生 我說 你最好什麼女生都不喜歡 你看清楚才喜歡 我老公又說 別人應該拍拖的時間 你就是什麼人 那兩個星期掛得這麼重要 剛剛好像寫一首歌 我就問別人 可不可以寫一首歌 寫出我這個感受 我對這個心情的感受 因為我以為愛情得一種 我不會想著 還有一種愛情感心 是會在我的身上 因為她不是我生的 而且我也沒有… 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 這麼疼她 你會不會生弟弟和兒子? 自己… 我想我不會 為什麼? 我不想 我那時候想 初初結婚那時候想 現在就不想 那理由呢? 我擔心我無法處理 但是你跟她們相處得這麼好 已經完成了 我認識她們已經十歲了 對… 你擔心太小了 你照顧不了嗎? 沒有,我擔心 我擔心我照顧不了 而且我擔心阿Lam也不行 哪方面呢? 我想我們已經很習慣 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沒有進行 沒有做藝人、沒有做歌手 你會做什麼? 我的生活會很空虛 因為我很喜歡這一行 我是喜歡這一行 我很小時候 我記得我六歲 我知道自己有知覺的時候 我已經是想做這件事 所以我會… 那時候我想讀心理學 心理學 心理學和法律 如果我逼得要讀書的話 我會讀這兩行 可能是一個律師 你可能會是一個… 我可能會心理學多一個律師 那也會很舒服 但是心理學 我怕自己學到自己都混亂了 因為我認識很多個 都是有點混亂的 Anyway 我希望你入行二十五年 就好好享受 謝謝 多帶一些好歌給我們 我很開心跟你聊天 謝謝,謝謝 謝謝 我媽媽教我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做人一定要有責任 如果你做任何一件事 小或者大 一定要講到做到 所以我從小到大到現在 一定要做事 一百分都不夠 一定要超過一百分 一百五十分 最起碼 我到現在要認識一朗都是這樣 葉斯文真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他小時候家裡 每個都疼他 及後來出來工作 身邊的同事、合作的人 或者他結婚之後 他丈夫的子女 每個都這麼喜歡、疼他 但我想要看回Sally本身的人 他是一個很開心、很樂天 很珍愛性情的人 可以感染到每個人都很關心 和很喜歡他 所以真的,這個世界是有因果的 充滿領袖魅力 也是大家公認的打工皇帝張詠琳 對時下的年輕人有他一套的看法 下星期我們的嘉賓張詠琳